物流箱堆得比人都還要高了 其實根本就還沒有進入雙十一購買期 結果就已經展現超強購買力 雙十一前一天醒目的橘色物流箱 把門口堆到只剩一小條通道 來領包裹的民眾絡繹不絕 超多的 它常常關掉那個就是讓人取貨 雙十一活動還有要買嗎 應該有 對 怎麼說 要買什麼 就用得到就可以買 對 網民來說就是雙十一比較多 貨 單量比較多 大概好幾倍吧 拎著大麻布袋 賣家帶著滿滿包裹來計貨 電商平台電到電物流箱整理好 順空的給司機回收 因為晚上活動正式開跑 可就有得忙的 宅配物流業也閒不下來 即便週日休息日依舊亮著燈 得先來整理貨物 一般沒有活動的話 差不多兩三萬件左右吧 對啊 活動來可能就到四五萬這樣 會讓就多司機一起協助配送這樣子 司機也比較不會那麼累 按照以往經驗至少要忙一個禮拜 物流業缺工是長久問題了 高雄一家物流公司招聘物流士 需全台運送到超商門市 月薪四萬五千元起 強調薪資彈性大一趟次計算 有額外多跑就能賺更多 工作單純一天需跑兩趟 上手後平均都能領到五六萬以上 依舊出現人力荒 開車是屬於一種比較危險的工作 我們一邊開車 然後到定點又要下貨 體力上 對 要自己人負荷 物流人員平常工作量就不少 尤其雙十一購物節等各種檔期 包裹數量更是驚人 用體力換取高薪 人才依舊難找 TVBS新聞 吳上松安娟 高雄報導